爆出了内线交易疑云 台北市调处查获 国产建材实业 在2019年10月发布重讯之后 张忠州跟父亲张明吉 以及包兄等多人 在禁止交易期间内 竟然抢先买进股票 涉及内线交易 台北市地检署 今天指挥台北市调处 搜索了24处地点 同时约谈张家父子 林姓董事 以及国产高层等十多人 检察官赴讯之后 预令张明吉、张忠州父子 各50万、10万元交保